扬言与中国断交的阿根廷总统计划明年访华 近日 阿根廷总统米莱公开表示 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贸易伙伴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要求 他们只想一个人待着 据称 明年1月米莱还可能会参加 在中国举办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米莱还可能会参加在中国举办的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峰会 并趁机访华 此前米莱对中国的态度可不算友好 竞选时他曾叫嚣中国是刺客 阿根廷将与中国断交 不仅不会和中国做生意 也不会与任何共产党员做生意 甚至在胜选后退出了加入金砖国家的协议 结果现在他却突然转变了态度 说起了中国的好话 这可急坏了西方专家们 脑曼基金会的霍尔茨曼危言耸听地说 与中国加强经济联系可能是甜蜜的毒药 最终将导致阿根廷对中国全面产生经济和政治依赖性 最终产生国家安全风险陷入政治陷阱 还有专家声称 阿根廷9月的通胀率下降到3.5% 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 这证明米莱的强硬改革路线正在取得初步成功 不用依靠中国就能改善经济 但他们没有说的是 这个数字是在米莱大幅度 裁撤政府机构的背景下达成的 与此同时 阿根廷的贫困率已经增长到了54%以上 老百姓已经多次抗议米莱政府 这正是阿根廷经济正在大幅恶化的重要信号 也是米莱对中国转变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阿根廷媒体报道 10月29日 阿根廷造币厂的内部公函再文称 阿根廷造币厂将停止印刷常用的1000和2000笔锁的纸币 更大面额的纸币将由中国供应 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 在阿根廷本国印制货币的成本远高于在海外印制 二是 印刷这些钱币的订单未能履行合同条款 早在2021年 2022年和2023年就已经延误 鉴于此 阿根廷总统米莱决定 考虑关闭已有149年历史的阿根廷国家造币厂 以削减公共开支 未来把纸币印纸外包给私营公司 或通过招标直接从国外进口本国货币 其实 对阿根廷这笔纸币订单感兴趣的国家不在少数 其中包括中国 美国 欧洲等地 但阿根廷能从中选中中国 除了因为中国制造的纸币性价比较高外 也是因为对中国莫大的信任 在造币方面 中国拥有丰富的经验 曾接受过越南 古巴 阿尔巴尼亚 老挝 朝鲜等国的造币订单 完全不存在多大的技术难度 货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之一 让别国印制货币本身就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 要不是走投无路 米莱也绝不会如此 这也意味着阿根廷如今的经济状况依然不乐观 众所周知 米莱上任之初几次三番地批评中国 声称自己不会与中国或巴西等国保持关系 但时间让米莱政府认清了现实 这一年来 米莱的对华态度可以称得上是180度的转变 就米莱在上台后不久 她的对华立场便出现了不小的转向 不仅强调阿根廷新政府重视中阿关系 还重申他们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两国之间在经贸 人文等领域的合作 去年12月 由阿根廷官员向媒体爆料称 米莱已经致信中国 希望中方继续支持两国间的货币互换协议 同时有多个消息原称 就在米莱上台后不久 中方就暂停了与阿根廷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 并表示 直到阿根廷新政府表现出 愿同中方接触的明确意愿后 才会解冻该协议 今年4月 米莱再次接受彭博社采访 而这次他在谈到对华关系时 语气比几个月前缓和了许多 而且更加务实 米莱强调 中阿之间的贸易关系没有改变 他无意改变两国间的货币互换协议 几乎同一时间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会见了阿外长蒙迪诺 两人就双边关系 深入交换意见 4月底 蒙迪诺率领一支规模庞大的代表团 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华 先抵达上海 然后前往北京 与王毅外长举行会谈 会谈期间 蒙迪诺强调 无论阿根廷的内部政局如何变化 阿根廷都会奉行对华友好的政策 这一点不会改变 而就在一个多月后 你来心心念念的中阿货币互换协议终于落地 所谓货币互换是指 协议双方按照约定的汇率交换等值货币 并在最后期限前收回各自本币并支付利息 协议需要明确规定换多少货币 利息是多少以及最后期限 相比于普通的融资手段 货币互换有融资成本低 锁定汇率等优势 但考虑到交易额度巨大 一般都是国与国之间才能进行这样的互换 阿根廷作为长期债务缠身的国家 早在2009年就跟中方进行了货币互换 也是拉美地区中 首个与中方展开相关合作的国家 米莱回忆到 当时中阿双方为此举行了会谈 会谈的第二天 中方就同意了许签 米莱承认这件事让他感到非常震惊 他甚至感慨到 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贸易伙伴 因为中国不要求任何东西 只要求不被打扰 采访稿发出后 一些西方媒体以米莱对美国感到失望 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为题进行报道 称米莱对华态度巨贬 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离不开良好的政治基础 虽然跟巴西一样 阿根廷国内政坛也一直是在左右翼之间摇摆 但在处理对华关系时 左右翼都会给予高度的重视 很少有人会像米莱那样对中国出言不逊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 中国对阿根廷的重要性 中国目前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也是阿根廷的最大进口来源国 去年中阿之间贸易额约200亿美元 而阿根廷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额则为140亿美元 最近网上经常出现的一个新梗 感谢米莱把中国的进口牛肉价格打下来 其实就是中阿经贸合作依旧韧性十足的具体表现 米莱自己现在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尽管自己在竞选期间 就不断试图拉近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但过去近一年来 美国给米莱政府的实际回应却寥寥无几 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 米莱上任前还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 但遭到了美方的冷落 美国总统拜登借口参加纪念活动 对来访的米莱避而不见 经过一次失败的尝试后 米莱仍未放弃争取美国支持的努力 正式上任后又开启防卫行程 计划与AMF的官员讨论债务问题 最终结果还是让米莱失望了 美国压根就没打算帮阿根廷 米莱与美方的接触连续受挫 使其认识到了美国的不靠谱 也是现在她对美国恼火的由来 但归根结底是米莱没有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本质 所以才在寻求美方支持时一次又一次碰壁 米莱认为可以通过攻击中国的方式来取悦拜登政府 从而换取想要的支持 然而美国当下面临的局面 只能用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来形容 对拉美的投资远不如从前 影响力更是大幅下降 不可能因为米莱竭力讨好就给予其想要的支持 美国自身由于金融资本过于强大 导致本国实体产业体系凋敝 做不到向阿根廷转移低端产能 也无力输出能大量提供就业的中低端产业链 相反 在帮助阿根廷上 中国可没少费劲 中国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支持阿根廷的发展 涵盖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合作和能源项目等领域 过去20年随着中国在矿业 石油和天然气 金融和建筑领域的投资 阿根廷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8倍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的努力还是有回报的 10月30日 阿根廷驻华大使马志远表示 米莱政府愿继续同中国深化一带一路合作 可以说米莱的态度变化 既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 也是对阿根廷未来经济的理智选择 身为经济学家 米莱显然已经理解到了中国的重要性 阿根廷根本难以做到与中国脱钩 米莱也知道 一带一路倡议的好处何其大 尤其是在缩小新兴国家和发展中 经济体基础设施缺口方面的重要性 另外 该大使称 阿根廷政府日前推出大型投资激励政策 将为包括中企在内的外资企业 提供更多关税 税收 汇率优惠 也就是说 接下来只要米莱保持现在这个态度 阿根廷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互动还能增加 据了解 由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印制的一批 一万笔索的新钞 已在今年五月运抵阿根廷 能继续选择中国 说明米莱对上一次的合作显然是十分满意的 经历过现实的毒打过后 想必米莱不会再认为只有美国好 也不是只有美国的月亮更圆